只见女人吞下手中的小胶囊 随即身体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她张口吐出重重的寒气 全身上下都开始冷冻结晶 但这能力一旦无法自控 就会像她一样变成一块人形冰雕 这就是漂亮国那边风靡一时的超能药丸 它能够激发出人类基因的潜力 像吃了恶魔果实一样拥有毒属于自己的超能力 如同开芒盒一样惊险刺激 这是能将周围一切燃尽的火拳艾斯 这个是能称爆整个地下室的半寿人 她则是能一拳干爆肛门的铁男 而她是能够使自己隐形 自适应控制皮肤融入外部环境的变色龙 即使在大街上抢银行裸奔 路人也只能看见两个漂浮的钱袋子 可劫匪终究还是被新二良的片警用颜料染色 给扑倒在地 但手枪却落入到劫匪手中 本以为警察会自此牺牲 可子弹射中太阳穴的那一瞬间 穿衫甲般坚硬的皮肤完全挡下了子弹 原来这个警察也吞下了超能药丸 这才幸免于难 随着手表上的倒计式归零 俩人的超能力也随之散去 这就是超能药的缺点之一 不够持久 只能坚持短短五分钟而已 还有极低的概率吞下就会立刻爆炸 但对于那些铃而走险的罪犯来说 这五分钟也足够让他们趋之入伍 可这对于身为警察的弗兰克而言却是禁忌 这种超能药丸旨在黑市流通 通过幕后制药公司和中间人的贩卖 使得这座城市变为了超级罪犯的天堂 可弗兰克却不这么认为 要不是这样他刚刚已经进棺材了 而且每次警方办理有关超能药丸的案件时 就会有一帮黑衣人以上层的名义 让警方移交执法权 显然局长对这件事也耿耿于怀 但碍于关大一级压死人 只好交给弗兰克一张照片 让他私底下去秘密抓捕 这个超能药的来源者少校 少校是一名退伍军员 他曾经试过一次超能药丸 结果那次事件他误杀了很多人 几乎也杀死了自己 因为他的能力太致命了 从那以后他下定决心再也不碰药丸了 只想跟女儿好好生活 然而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 他逐渐表现出超能力的迹象 但他的超能力居然是天生自带的 且永久存在 制药机构认为这很有科学价值 于是强行抢走了女儿带去研究 近年来少校为了找到制药机构救出女儿 毫不犹豫地游走在法律边缘 他知道制药机构的受药网络已经发展起来 所以他想先抓住一个小药犯 然后再顺着线索往上爬 最后找到制药公司的潮雪 现在少校正在抓着一个小喽啰 是个小火人 每当吃下药丸总要浑身火焰 两人在破旧的住宅楼里展开了致命的追逐 一番跑步后 少校把火人按在浴缸里吸灭火焰 准备逼出更多消息 没想到火人这次太拼命了 竟然一口气吃了三粒药丸 不久他就爆炸而死 把整栋住宅楼都炸出了大洞 虽然少校没有问出任何关于后面大人物的有用信息 但他顺便得到了他的私人手机 并以此为线索联系了另一个小贩黑妹 迫使他说出幕后供货商的信息 可少校太急于救女儿 对黑妹有些太粗暴了 但总的来说也是吓唬吓唬她 并不打算真的伤害她 但也导致她没有真心帮助少校 而是在悄悄联系自己的合作伙伴弗兰克 但还是被少校看见制止 要黑妹根据小火人之前留下的号码去要火 不出所料 在少校的强迫下 黑妹真的来到了上一级供货商面前 在听完黑妹说少校正在外面候着时 老板立马吃下了一粒药丸 便带打手去杀少校 当然大部分打手都经不住打 但是这个上线超能力还是蛮挨揍的 瞬间的自愈能力让他又满血复活 但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因为他不仅想杀死少校 还想干掉黑妹灭口 索性少校冲了过来就吓了他 五分钟过去了 上线刚失去了药效 少校抬手就是致命一击 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经过这场血腥的战斗 少校和黑妹终于建立了相互信任成为了队友 在了解少校失去女儿的情况下 黑妹也打算出手帮助他 刚好一个没父亲一个没女儿 天然弥补了对方心中的空缺 总之少校在刚才的交火中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那就是制药机构的中层经销商 正在为大客户举办药丸展示会 如果他们杀过去 就可以从这个中层经销商那里询问机构的巢穴在哪里 少校乔装打扮偷偷潜入展会 当时经销商正在让一个兵美人在隔离室里展示功效 冰美人一吃药身体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 然而经销商已经准备好将隔离室调整到普通人无法忍受的高温 但这却是冰美人最舒适的温度 大客户看着这惊人的一幕惊叹不已 少校趁机偷偷劫持经销商 但其他人还是注意到少校藏着枪 在场的各方势力纷纷掏出枪 展开了一场大混战 这场激烈的交火破坏了隔离室的加热装置 冰美人没有高温保护身体迅速结冰 他尽一切可能呼救却只是突然 最后他死于冰冻之下 至于其他客户 逃的逃 死的死 最后只剩下少校和经销商 可经销商贪生怕死 他终于在威胁下提供了制药机构老巢的位置 事实证明制药机构的巢穴在一艘船上 少校女儿也一定在那个地方 而弗兰克此时也搜查到了这个交易现场 就在他和少校俩人掰扯的时候 经销商一个不注意就吃下了药丸 而他的能力就是变成巨人 这回德伦道少校他们落荒而逃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盲目逃跑 而是沿途释放了一人气体 但居然不知道自己被埋伏 一发子弹当场就被炸成了碎片 然而少校刚一出来 还是被弗兰克给逮捕了 即使一旁的黑妹不停向他求情 富有正义感的弗兰克都不予理会 但事实上 局长已经与制药机构早已串通好利用弗兰克 他不想按照正式程序逮捕少校 而是想私下劫持他 把他献给制药机构 幸运的是少校很聪明 他察觉出了警察局上级的阴谋 他展示了所有这些真相 并说服弗兰克成为队友 他们决定一起计划 既然制药机构想抓住少校 他就欲擒故纵 找到敌人的老巢 至于弗兰克和黑妹 他们可以找到救他的机会 他们可以先一步把少校女儿救出来 弗兰克和黑妹首先溜到船上 遇到敌人就正面突破 毕竟弗兰克吃药后是刀枪不入的 作为团队的肉坦没什么大不了的 唯一难解决的是那些一样吃了药的守卫 这个黑哥们吃药后像橡胶人路飞一样灵活 弗兰克和他缠斗了一很长 差点被他的胳膊勒窒息 最后黑妹远程控制大门 夹住了他的橡胶手 才得以继续行动 再看少校这边 虽然他被看守关着 但三言两语下的对方放开了自己 这是因为他用生动的句子来形容自己的超能力 他说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不是狮子和老虎 而是一只手枪下 他攻击时释放的冲击波温度比太阳还高八千度 这种冲击波可以蒸发水分 剥离骨头上的肉 他的超能力和手枪虾一样 说完他张开嘴 嘴里正含着一粒超能药丸 虽然少校刚才大概率在吹牛逼 但显然看守还是被吓到了 他赶紧放出少校逃跑了 然而制药机构有很多战士 现在另一个巨无霸过来缠着少校 吃药后他力大无穷 正面硬钢几乎无敌 然而少校阳长臂短 一枪解决了他 接下来少校黑妹和弗兰克三人会合 成功救出了少校的女儿 他之前被各种研究折磨过 现在和少校久别重逢 眼中又重新绽放了光芒 然而现在还不是大团圆相聚的时候 当他们逃跑时 又遭到了另一个打手的攻击 他能伸出一把锋利的刀刃 削铁如泥 少校拿着家伙只能和他打个五五开 最后在黑妹和少校互相配合下 还是除掉了他 可这场战争才刚刚结束 制药机构的管理层亲自率领大量士兵过来包围了他们 威胁少校交出他的女儿 否则就立马杀掉这个黑妹 在这场背水一战中 少校只好吞下了之前含着的药丸 当着众人的面 释放出巨大的冲击波 制药机构的所有武装人员都被秒得扎都不剩 甚至少校本人也受到了影响濒临死亡 所幸少校女儿和其他人一直躲在暗中没有受伤 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 女儿用他治愈一切的超能力从死亡手中抢走了少校 在这部电影的结尾每个人都过着他们想要的生活 少校和他的女儿又团聚了 弗兰克也恢复了当地的平静 而黑妹带着少校给了一大包美金 和母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本片超能计划算是一部略有创意的科幻片 探讨了人类对超能力的渴望和权力的滥用 导演在视觉效果上的用心可见 但剧情节奏略显不稳 角色发展有些仓促 虽然有着出色的演员阵容 但部分表演略显平淡 总体来说这部电影勾画了一个有趣的未来世界 但在故事深度和情感传达上仍有提升空间 希望未来的超能力电影能更好地平衡视觉与内涵